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前一阵子在介绍这台磁虎的时候 咱顺带提到了BMPT 所以我们就在今天来单独整一期这台车的视频 实际上早在苏联解体之前 BMPT的研发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的苏军在阿富汗吃了不少的亏 所以他们急需一种能够快速清扫敌方步兵的装备 不过随着苏联解体 这台车的研发工作便被停掉了 但由于俄军在车程战争中再一次吃鳖 所以他们便重新开启了BMPT的研发工作 现代BMPT的型号有很多 但他们基本上都是由特90或是特72的底盘改装而来的 而且大部分车体正面都装有两艇榴弹发射器 他们使用的是与AGS30相同的30毫米榴弹 而炮塔上的双连30毫米机炮 则是BMPT系列的标配了 虽然BMPT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对付步兵 但是为了能够与敌方的战车对抗 这些车子的炮塔上也是可以安装强力的反坦克导弹的 就如同我们之前介绍的巷战型M1A2一样 这个玩意儿的屁股后面也挂着一个栅栏 在那期视频中 我说这玩意儿是用来提前触发破甲弹 影响其栅膏的 但有人在评论区说它是用来卡住弹头的 不过现在想想 这两种说法中的效果 这个栅栏应该都能做到 然后为了测试战场收割机的强大作战能力呢 我在这个城镇的地形里布置了一些火炮和无后座力炮 有些人看到这儿可能会说 你整这些拉胯玩意儿不就是在给它挠痒痒吗 所以我在更靠后的街道上还放置了一些淘套发射器 而为了测试BMPT的反战车能力呢 我还在城镇的外围放置了一台M1和一台M60A3坦克作为测试对象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对战 看看三台BMPT能否突破由斯拉夫超人防守的小镇吧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了一台M60A3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嘞 那么我们本次的对决就在这个混乱的场面中结束了 这三台BMPT虽然没能突破斯拉夫超人的防线 但他们强大的火力还是摧毁了半个小镇 由于对手在城镇里部署有陶式导弹的原因 这些BMPT在战斗中发射了一些具有干扰功能的烟幕 而这些烟幕好像也影响到了他们自己的反坦克导弹 所以在与敌方战车对战的时候 他们很快就射光了自己携带的反坦克导弹 而这些导弹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是没办法及时装填的 所以最后一台M60A3就趁乱捡了个漏 不过就算没有其他的装备 我认为BMPT还是会失败 毕竟这些斯拉斯超人实在是太猛了 在现实中 哪有人能将反坦克手雷扔出几十米远的距离 并且还不惧怕来袭的炮火呢 所以我们今天的视频 还请大家看个乐就完事了 最后不要忘了你们的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嗨大家好呀 最近我感觉做什么样的内容 好像都提不起观众们的兴趣 明明攒有13万的关注 但是最近的几期视频播放量都只有一万出头 这样的死循环让我感到十分的焦虑 所以我就想到自己能不能坐一些奇特的战车 放到战争之人里来给大家录制节目呢 然而想要制作游戏的MOD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请教了 之前给我发过那个意识坦克兼机车的大佬 物业维新来给我指指路 结果这一问不当紧 人家又整出来了一台名为义武的小车子 所以在这儿咱就直接利用这位大佬整出来的现成的载具 录制一起对决吧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这个德国当时计划的E系列的这个战车呀 似乎都是以吨位来进行命名的 所以这个名为义武的小车 它的重量只有5吨 因此它的装甲防护可能挡挡.50都有些费劲 不过在武器方面呢 它所装备的火炮 似乎是拿德军的82毫米迫击炮改装而来的 你们别看这玩意儿个头虽小 但它却可以发射一种穿身很高的破甲弹 而且考虑到迫击炮没有弹线的原因 它所发射的这款破甲弹的实际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为了方便对比呢 在这儿我就用了一排大石墙将这个地图一分为二 然后在场地的两边呢 分别有6台这个义武坦克兼击车 还有6台追猎者坦克兼击车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模拟 看看哪一边能够阻止这三台盟军在战争末期 所使用的重型坦克吧 好嘞 考虑到最近的播放数据 还有绝大部分的人都不太懂这些进阶的军事内容 所以本期我还是进行这个实况的解说 然后场地的左边呢 是这个追猎者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追猎者已经开火了 因为他们的这个火炮呢 是75毫米的PAK 也就是战防炮 所以它的射程要比这个 嗯 我们的这个E5所使用的这个82毫米的改装迈积炮要圆的 然后这个E5呢 它只能是往前开 将这个距离拉到很近之后才能开火 嗯 根据模组里显示呢 这个E5的成员组只有两个人 不过考虑到它的车体这么小 而且重量只有五吨 两个成员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然后它的这个 因为是82毫米的这个小迫击炮嘛 所以往这个炮堂里装填的速度应该也是挺快的 加上这个两根炮管呢 他们的这个火力输出还是很猛的 在这儿可以看到他们很轻易的就击穿了这个潘性的车体 模组里显示他们的穿身是有160多的 但现实中实际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不清楚 嗯 在这儿呢 可能是因为这个 嗯 模组的作者 他的一些数据没有设定好 就是明明我们这边显示了这台潘性的车体已经损坏 但是它的成员就不会撤离这个车子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手动的把这个小巴尬车组给撤出来 但是后面的这台丘吉尔呢 还是没有被击穿 丘吉尔这台车还是挺蠢的 它前面呢 是这个垂直装甲 然后到后期型号呢 它的这个正面装甲也只有152毫米 因为是这个几乎是垂直于地面的 所以它它这个152毫米等效也差不多就是152毫米 在这儿呢 它应该是很难挡得住这个小车所发射的破甲弹的 但是嗯 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这个数据显示能击穿 但是打上来呢 这个坦克就是没有遭受到太大的伤害 如果现实中它这个破甲弹的穿身真的有160的话 这台丘吉尔此时大概是已经被击毁了 然后我们此时再看一下右边这个追猎者这边的情况啊 追猎者呢 它是这个75毫米的PAK 所以它的穿身很难从正面伤到这个二战末期的盟军战车 所以这边他们的情况也比较糟糕 就只剩下这台白色的这台追猎者里面还有一个成员没有掉 但是它的主炮已经坏了 所以追猎者这边可以说是嗯 已经寄了 然后我们的E5这边呢 嗯 因为这个模型的这个数据可能是有些不对 所以他们始终无法彻底的击毁这三台盟军的战车 不过我们拉近了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台潘信呢 它的这个正面是被打穿了一发 然后炮管子如果数据对的话 也是挨了一发 160多穿的破甲弹已经无法正常的发射 然后这里这台丘吉尔的手上部分也被击穿 手下部分也挨了几发 侧面呢也挨了一发 放在现实中大概也是废了 然后这里这台杠二呢就更不用说了 它在一股脑冲到这个指定地点之后呢 被这个E5从背面开火 就把它的这个发动机都给打了几个大窟窿 在现实中估计已经起火了 所以E5这台小车如果在现实中真的投入战斗的话 他们大概率可以通过一些伏击战术 来干掉一些盟军的重型战车 然后通过本次的视频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就算是此前做出过可调节悬挂的一时的大佬 整出来的一些小车也是会遇到一些问题的 因此我是想都不敢想以后自己在学习制作MOD的过程中 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以及我所付出的努力能否得到相等的回报 不过这就是我们今后才要考虑的事情了 好了我们今天的看格勒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还请多多三连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你